我们来看回这个课本的部分 多项式除以多项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多项式除以多项式 要怎样进行 首先你可以看到 刚才都是多项式除以单项式 我们那个单项式可以分别的写在每一项的分母 每一项的分母我们可以进行的跃减 但是如果是多项式除以多项式的话 我们就要做长出法 这个我们称为长出法 长出法来讲 这个2x3次方加5x平方减2x减8 就写在这个 这个是我不知道什么符号 除法的这个符号的里面 这个位置 然后后面的除 这个是一个是被除数 一个是除数 这除数就写在左边 所以你会看到呢 跟我们的那个数字的那个除法是类似的 只是说你这一边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 你要看到的是你的x的次方呢 要顺着 顺着往下也好 顺着往上也好 一般来讲我们会用降密 就是大到小 以降密来进行 然后呢除 除数呢也是降密 两边都要降密 好不好 所以两个边都要降密啊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商 我们要怎样决定这个商是多少 对吗 那个如果我们是进行这个 数字的除法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这一个乘以多少会等于跟这个数目很靠近对不对 然后呢可以扣掉 但是这个情形啊啊是我们要找一个数目可以成前面的那个会得到一模一样前面的这一项 给啊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他是看到说 这里有一个2啊 这里没有啊 所以应该是要放一个2在上面 然后呢 这个是x 这个是x平方乘起来才会是x立方 所以呢 他在这边呢 就写了2x平方 那这个2x平方呢 乘以x就会得到2x立方了 然后后面的这一个呢 就是2x平方乘以2得来的 2x平方乘以2就会得到4x平方 然后呢 互减呢 前面这一项呢 一定会得到0 因为我已经设计好了 他一定要去掉的 这一项一定要去掉一模一样的大小 可以扣到完的 所以后面的话呢 可能就会有剩 像这个的情形呢 就是5-4就会得到一个而已 所以就会得到x平方 OK 然后呢 就抄下来了 这个抄一项下来 减2x 这个减8先不要抄 要抄吗 其实没关系吧 要抄不要抄没关系 所以重要我是不抄的 我是重要 我是把这个抄下来之后呢 2x平方减2x来讲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x要乘什么会得到x平方 对吧 所以x要乘x就会得到x平方 然后这里写了x之后呢 x乘以2呢 就会得到2x 这边要注意啊 我们又要用相减的 负2减2 负2减2会得到负4x 然后呢 这个负8呢 再抄下来 负8再抄下来 然后我们再看啊 这个是负4x 这个是x 我们x要乘以负4 才会得到负4x嘛 对不对 负4乘以2呢 就会得到负8 刚好这里减掉会得到0 所以这一个呢 是没有余式的 这一个呢 除法做出来会是2x平方 加x减4 OK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有点复杂 这个长除法呢 算是初中的阶段呢 算是很多学生会比较辛苦掌握的 OK 所以这一个部分呢 要大家会长出吗 我看到了今年的考试 就是各校的那个浴室呢 好像都很爱出 所以感觉上这个 算是大家都蛮注重的部分 高中的话呢 我们其实会有一个 更比较简化的方式 可以比较简单的做 不过呢 初中的阶段来讲呢 我们都会说 让学生习惯这个长除法的一个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资料好不好 这个右边的部分补充资料 立体23的演算过程呢 称为长除法 OK 所以刚才讲了 所以具体的步骤如下 OK 我相信这个只是说 因为这本是课本嘛 所以如果你没有老师教的话呢 这个看起来 有些学生看到之后 你到底在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应该就是整个步骤呢 就是跟我刚刚才解释的一样 就是说让你可以通过读这些持续 然后呢 猜到说 整个的那个除法是怎样进行的 所以呢 这个很重要 要有老师教就很容易 没有老师教呢 你就要慢慢的去读这些话 让你知道说你是怎样除了 OK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是2x3次方 减x平方加3x加9 这个是倍除数写在这个位置 2x减3写在这个除数写在左边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2x要乘以多少才可以得到2x3次方呢 应该是x平方了 对不对 就这个乘2x x平方乘以2x得到2x3次方 x平方乘以负3得到减3x平方 两个互减 这个减减变加 所以是加3减1得到加2 这个减法很多学生会混乱 因为又 要减法减一个负值就会变成加 这一个呢 你必须要 不可以弄乱 这个要小心一点 很多学生会减错 这个就是在中间的那个运算的步骤呢 就是弄错了 所以这个要小心 减减变加 所以是加3 加3减1得到加2 给超一个下来 我习惯是超一个啦 这个其实我个人是觉得不需要写 你最后呢 写在这个超过来这个位置就行了 OK 所以在这里2x平方加3x 然后你就要看一下2x要乘多少可以等于2x平方 所以乘以x得到2x平方 负3乘以x得到负3x 减减变加 所以3x加3得到6x 这个加9呢写过来 3乘以3乘以3乘以6 对不对 326 这个得到6x 3乘以3得到负9 减减变加 所以就9加9等于18 所以这里呢是有余式的 这个3呢会是x平方加x加3 就会是你的34 我们以前是叫3数 对不对 数目的数 这个为什么用4呢 当你是有xyz 有这个多项式嘛 因为它是多项式 所以它叫它商势 所以因为这个商呢 作为商势 那我呢 虞呢也是 虽然这个情形只有一个数字啦 不过 因为前面呢是一个商势 所以后面呢就变成了一个雨势 所以有时候呢 如果你除你的这个除数有x平方出现的话 这个雨势呢可能也会有x的像出现 有可能 OK 所以目前是先这样子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多一个立体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 好像没有顺着来 对不对 x平方又再来x5次方 所以这个呢要排好来 这个2x3次方 也要再排前面 排前面 排了前面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到呢 x3次方 x2次方 x1次方不见掉了 对不对 x1次方不见掉了 怎么办呢 在这边呢 也要小心的 如果你有跳向的情况 就是要有跳掉一向的情况 那一向你自己要补回进去 补什么呢 补零 要补零了 OK 所以在这个情形 2x3次方 5x平方 然后呢 x的像没有了 对不对 他就放了0 如果你要放加0x也行 就是反正就是0了 0x也是0 你放0也行 你放0x 我个人也觉得OK 然后呢 负2写在最后 OK 所以2x 原本写1加2x 对不对 他又调回过来 写2x加1 这个因为你是前面降密 这个被除数是降密 我的除数也要降密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点 OK 然后呢 然后呢2x要乘以x平方得到2x立方 x平方乘以1呢就会得到x平方 两个互减5-1得到4x平方 0拉下来 2x乘以2x得到4x平方 2x乘以1就会得到2x 0-0-2得到2x-2 这个是超下来的 OK 这个乘以-1呢就会得到-2x-1 两个互减 然后-2加1就会得到-1 所以你的余式呢会是-1 你的3会是x平方加2x-1 OK 没有问题啊 那随堂练习呢 这三天呢 我来呃 示范一下啊 不然的话呢 只是看课本 好像 老师你在做了什么 有时候讲解很难理解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一题 OK 第一题啊 随堂练习的部分 第一题 好 所以这个呢 是从常数向开始 我们习惯从这个 呃 这样密的一个写法 所以我写6x平方 好不好 然后我写6x平方 再加上这个是4x 然后再加上这个4 OK 然后呢 除法 这个3x 加1 OK 我们先这样子写 所以我们先看 哎呀 3要乘多少 等于6啦 3要乘12 对不对 然后x要乘多少 等于x平方啊 x要乘x得到x平方 所以32得6 x乘x得到x平方 2x呢 乘1就会得到 也是2x啦 然后呢 互减 那前面这项 你可以不用理它了 反正一定是0的 对不对 我已经设计好了 让它可以互减得到0了的 所以14减2呢 就会得到42x 然后呢 再把这个4给拉下来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4 3要乘以4 对吧 342 然后呢 它有x的 已经有x了 所以432 这个会得到x 4乘1 就会得到4 啊 减出来得到0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的答案呢 就会是2x加4 就这样的 OK 这个是4等于 2x加4 换成红色 All right 这样子 OK 没有鱼饰 这个没有鱼饰 第二题 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第二题 这个好像有跳项 我看一下 拿过去一点 可以第二题 第二题 我们来看一下 2y5之方 减去y4之方 y3之方不见了 对不对 我们50y0之方 y3之方 y平方也是不见了 再补一个0 y平方 再加上2y减去1 好 然后呢 我们的除4 除除被除 一个除数 一个是被除4 这个是被除4 好吧 所以得到这样 那我们拿大塔 OK 我们再看一下处法 这里应该 这里有2 这里也有2了 对不对 所以y呢 就要乘以y的4之方 才得到y的5之方 所以这两个相乘呢 会得到2y5之方 减y平方 y4之方 哎 去掉了 对啊 这个也是0 所以完全呢 这里可以跳掉 因为00000 直到这一边呢 再重新的出现回 需要再看一下 它等于多少 所以这个刚好得到1的 对不对 2乘2 1乘2y得到2y 然后呢 再减1 哎 又会去掉变0 OK 真的 很多学生讲 老师这样子的写法 是不是规范的 你不用去理它这么多啦 因为这个只是来讲了真正只是他不会讲看你这个只是讲写 我们只是看你那个答案对不对而已 所以这一题来讲了 A 这题的答案是等于 Y的4之方 Y的4之方 加1 给Y的4之方加1 看一下 OK 这个4之方可以啊 写到吗 不行 OK 不行吗 不行 OK 就Y的4之方 简易了 OK 所以这几次这样子来做 好 再来看一下第3题 好吧 第3题 诶 这么是这样小 重点 OK 第三题啊 第3题 6A3之方 减去5A平方 加上A 呃 好像有常数项对不对 常数项没有了 所以我们也要是要补一个0给他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2A减5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2要乘以3才会得到6 A要乘以A平方才会得到A3之方 再来看负5乘以3呢 就会得到负15A平方 两个互减呢就会得到10A平方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好 加 减减变加加15 加15减5就会得到10 再来这个A呢 拉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呢 52得到10 A要乘以A才会得到A平方 5525 负25A 两个互减减减变加 所以是26A 加上0 OK 然后呢 13对不对 A2乘13等于26A 这个有点大 535 515 65 两个互减减减变加 得到65 所以这一题是有余式的 所以它其实是3A平方 平方我可以炒一下 3A平方加上5A 加上13 这个呢 是3 34 34 等于这个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余式 余式等于65 OK 那就完成了 有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 给你们做一下2.1H的部分